他當時要弄一個短片劇本 想要拍這個戲院 那時候剛好 等於說那個電子館 他有一個短片輔導金出來 那蔡導演和梁智騙也鼓勵我 寫個腳本過去參加比賽 那我就寫了不見這個東西 那就丟出去 但是丟出去後來沒有中 但是後來導演就覺得這個劇本還不錯 他就鼓勵我拍 所以我們當時是策劃 藝人拍一部短片合成一部長片這樣 所以就拍了這個東西 那因為我是第一部戲嘛 所以我拍我比較熟悉的東西 所以我就拍了一個關於我家庭裡的事情 就是因為我爸爸很早就過世 差不多四五年前就過世 那在他過世之後呢 我哥哥才生了一個小孩 那我媽媽就提早退休帶了這個小孩 那我就常常就看到我媽媽帶我的職兒去公園玩 那有一次他就帶他出去玩 那小孩子溜滑梯 頭上就撞了一個大包 撞了一個大包之後 我媽回來就很猖慌失措 我就從來沒看過他那麼著急過 他就問我說怎麼辦 萬一我哥回來會怎麼怪他 對所以我那時候就在想 如果我說這小孩子掉的話怎麼辦 對所以我就朝這個方向去寫這個